其中老師揮揮我們的旗幟 在揮舞的同時 也代表著我們正正對委員 接下來大旗 台灣圍棋好手們 穿上短新的隊伏 在全場來賓的祝福下 展現出務必的自信 目標希望可以在 圍儀聯賽中取得夾擊 為了推廣圍棋賽事 關心電視賽事 最重要的圍棋協會 圍儀電視三年六百七十萬元 也在簽譯儀式中 環許電子董事長 也請這幫選手們 戴上帽子 象徵圍儀團隊正式成軍 那我聽到說這四位年輕人 第一次進入了 中國圍棋的這個 以及聯賽 我覺得呢 剛好是一個切入點 也符合環許電子啊 在過去兩年呢 一直為這個兩岸年輕人交流 建立一個平台的主軸啊 是非常相輔相成的 所以在回饋社會的情況之下 也幫我們台灣這些年輕人 一種這個力量 支持他們到大陸去參加 這樣的競賽 這次代表台灣出戰的聯軍院 許浩宏 簡靜庭 賴軍斧 四位好手都是在各項大小比賽中 脫穎而出的精英 在總教練黃命奇王周俊勳的帶領下 將代表台灣爭奪 騎士們夢想中的聯賽舞台 比賽的過程中 一定會有輸 面對到遇到輸贏的狀況 可能輸的時候 我要特別注意去關心鼓勵一下 那原則上 騎士們都是很獨立的運動員的 所以他們不用外人太過的去擔心 有保持披薩 因為其實我們四位隊員 都是下過非常多的國際賽 雖然就是團體賽跟個人賽 感覺不太一樣 可是也是不會到說特別緊張 可是就是團體賽的壓力 會比個人賽的壓力還要大一點 近幾年國內體育賽是漸漸受到重視 有越來越多的企業投入 就是希望台灣學生們 能夠有最好的資源 從培訓一路登上國際舞台 都能無後顧之憂 除了透過經貿文化與世界交流外 更希望藉由體育賽事 搭起國際連結的橋樑 當時就看到台灣運動的能力實力 記者 眾多有載文報導